科瑞回归拿23分鲍威尔标新高鲍龙惊险胜出 因伤缺阵4个月后,科瑞、Stephan Curry终于在今天主场对鲍龙的比赛中正式回归 科瑞此战上场27分钟,不过手感显然还有些生疏,16投仅6中,包括3分球12投3中,得到23分7篮板7助攻 鲍龙这场比赛打得并不轻松,一直到第四节趁着科瑞退场后,才逐渐将比分拉开 甚至在最后时刻,还被勇士拉出一波攻势,险些被扳平,最终以121比113惊险拿下胜利 鲍龙经过先前6战4败的低潮后,近期连续在科场击败太阳和勇士,至于勇士则是最近4战吞下2败 鲍威尔、Norman Powell表现出色,20投13中拿下37分3篮板2助攻3超节,创下生涯得分新高 罗瑞、Kyle Lowry拿到26分10助攻5篮板2超节 伊巴卡、Sergei Baca得到13分13篮板3助攻 阿努诺比、奥克阿努诺比、14分4篮板3超节 西亚康、Pascal C. Akin状态欠佳 17投仅5中,其中3分球7投静末 拿到17分5篮板5助攻 勇士阵中5人得分至少15分,其中3人超过20分 李拿下23分5篮板3助攻 维金斯、Andrew Wiggins 21分9篮板 克里斯、Marcus Chris 17分12篮板4助攻2助攻 帕斯科尔16分8助攻4篮板 柯瑞直到第二节才有分数进账 上半场得到11分 勇士以55比62落后 第三节勇士启动反击 柯瑞、李、Dameon Lee和帕斯科尔、Eric Pasho 联手攻下24分 带动球队一度超前比分 也让双方三节打完仅有一分差距 柯瑞在第四节进行到8分11秒10退场 当时勇士落后2分 暴龙打出一波16比9的攻势 取得9分领先 柯瑞最后再度上场得到4分1助攻 勇士瞬间打出7比0反击 一下子追到2分差 帕雅康连续命中2球 鲍威尔把握4罚机会 加上勇士接连3分出手位中 比赛也宣告结束